果然小时候就没有白挨的打 一小姐姐诉苦 小时候父亲打他太狠 现在身上的都还有疤 开始网友非常同情他 然而在得知原因后 却觉得小姐姐活该 原来小姐姐以前放魂 把自家太热热的 骨灰当成藕粉 被发现后差点被扒下一层皮 不知道时觉的 棍棒教育不可取 现在觉得还是打轻了 其他网友见状也 分享出了自己以前 干的缺顿事 把灵堂外面的花圈偷了 然后把纸花摘了下 白放在床上摆了一圈 自己就在上面躺得平平整整 最后老爸回来 直接把人从梦里打醒 这顿打挨的真就是一点都不冤 还有一小姐姐表示 小时候老爹在开车 自己坐后排无聊 于是蒙住老爹的眼睛 玩猜猜我是谁 结果就是被男女混合双打 能活到现在都 仅靠那点血缘关系 一小哥表示小时候和太奶最亲 太奶半葬礼自己半夜 就偷偷跑到棺材里和太奶睡 第二天全家都没找到人 外公想着最后再看一眼太奶 才发现小哥躺在棺材里 差点就要被火化了 他就去抓了好几只大个的 用毛线拴成一串 塞进爷爷被窝里 那天不光看到 爷爷哭得稀里哗啦 还顺便看到自己的太奶 没想到当代网友不喜欢小孩 是因为清楚自己 小时候是什么狗样